安裝ZMaker的程式 第一個 這在網路上在到網站上面可以免費下載 因為它是個免費軟體 對它按兩下起來 因為它是簡體字 它也沒有中文化 就下一步 這三個請大家把它取消 就不用裝 這三個全部取消 這我也看不懂 因為我們是中文系統 我們是繁體系統 它是簡體字 所以自然會亂碼 再裝起來 再來做安裝 裝的時候 因為我的電腦是64位元的 所以安裝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Program file x86 所以待會中文化要注意喔 中文化要對應這個地方 這樣才不會搞錯 因為如果你是64位元的作業系統 我們也來看一下 64位元作業系統程式級有兩個 64位元程式裝在這裡 如果是30位元程式裝在這裡 所以待會中文化要指對路徑 我們再回過頭來 接下來安裝就沒什麼了 好 取消再把它啟動起來 那裝起來以後 它會自動啟動 所以要等它一下下 因為在啟動的狀態 你是不能做那個 中文化的工作 來看這裡有沒有看到 它在啟動中 所以要收起來再看一鍵喔 來確定 確定完 各位現在看到的是簡體對不對 第一件事請你把它關閉 再來裝這個 中文化的程式 所以安裝程式很簡單 這裡 好來 像這預設子裝就不對了 預設子是裝在64位元的ZMaker 沒有64位元的ZMaker 所以這裡要做 瀏覽來做切換 我的電腦三角形點一下展開來 C磁碟機點一下展開來的這裡 還沒完喔 ZMaker Z順序很後面 所以在最下面的地方 WXYZ 所以在最下面 這樣路徑才對 剛剛的程式是裝在這裡 是簡體字 那這種話呢 確定 多一個X86 再來做安裝 所以安裝程式呢 好來這個不用管它 我們再講一遍 第一個安裝的時候呢 有三個選項全部取消 第二個裝起來的重點 它會自動啟動程式 在啟動的程式狀態下 你是不能做中文化的 所以你要先啟動完 把它關閉 再來做中文化 第三個中文化的重點在哪裡 安裝的時候呢 確定瀏覽要切換到這個X86的 那如果家裡的電腦是30位元的話 就沒有X86 那就直接裝就好了 好那就是安裝的部分